好,首先呢,还是一样的,先和各位股民朋友问声好 各位股民朋友,大家晚上好 那么很高兴呢,就是在今天本周六呢,跟大家去见面 然后呢,今天晚上我们课程的一个主题呢 是美股行情严重分化 那么是继续投资科技股呢,还是转战价值股呢 那么这个是我相信最近如果大家都有在参与股票的话 那是一个碰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通过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详细探讨一下 首先呢,今天的课程主题会有三块 第一个呢,是这个市场行情解析,以及各大板块行情 其次呢,我们会看一下美股行情严重分化 是继续投资这个科技股,还是转战价值股呢 我们会回答这个问题 第三个呢,我们接下来的话会讲到的是这个 美股行情的一个布局策略 好吧,所以的话这是整体的一个课程的情况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块大盘级板块解析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纳斯达克的指数图 那么大家先看到的是纳斯达克的weekly chart 它的周线图,从周线图的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看出来的是纳斯达克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横盘平台里面运行着 这个横盘平台呢,我是从前期高点的位置 然后拉到现在 所以整体来说纳斯达克依然还在一个这个前期的这个横盘区间里面运行着 这是第一,而且呢第二个股价已经运行到横盘平台的一个上演 所以此番如果上演过攻不过去,可能就要下来回踩了 那么下来的话,这个横盘平台距离目前的这个位置呢 相对来说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做中期或者说做短线我们要值得注意的了 好吧 那么这个是周线的一个情况 那么同样的呢,我们把它换到日线图 从日线图的一个状况呢 可以看到是股价呢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横盘区间里面运行着 所以继续往上走 股价下一名将要面临的一个压力位 也是这个短期的这个 就是短期的这个高点也是历史高点的一个位置 这位置是12057.6左右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区间的话对于股价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 所以的话股价目前来说如果继续向上走 下一个目标位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是从整体来说 如果往下走的话下一个目标的支撑位 往下走呢我们连接的是这个前面几个低点 然后形成了一条这个上升趋势线 这条上升趋势线如果是有效的话 下一个目标位要掉到这个上升趋势线的一个位置 因为目前股价走的是一个三角形态的整理形态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往下走空间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大了 这个是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 那么如果说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要比较一下股价接下来到底向上去突破的概率更大呢 而向下跌破的一个概率更大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成交量打出来 成交量打出来这里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啊 就成交量呢 它是帮我们去看这一天股价所成交的一个总体的一个量呢 那么也就说明如果这一天放量 也就说明这个价格区间是很多筹码的成本去成本价就在这个区间里头 所以这样一个这个放量的K线啊 这一个所对应的这根K线可以做一个关键K线 这不管是从开盘收盘最高还是最低 只要是这个价格区间 说明当天这一天的这个价格区间之内是成交了特别多的筹码的 所以也就说这个价格区间对于股价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和阻力位 因为其实无论哪个价位都会有一定的筹码成交 但是我们要知道是哪个价位更重要 哪个价位的它的筹码堆积的越多 那哪个价位是不是就更重要一些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通过这个放量的K线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前期呢股价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放过一次大量 放过一次大量之后 后期呢股价基本上一直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横盘震荡了一下 直到最后突破这个横盘区平台 然后的话才开始又开始进入到一波新的上涨 所以而且再次下来回踩的时候 还是回踩到这个放量的这根K线的区域范围里头 再次受到支撑 再次突破形成一波新的上涨 那么除了这一根K线以外 这根K线距离现在来说其实有点远了 所以目前来说 那么最近一次的放量是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把整个图形缩小一下可以看出来 最近的这一次放量也就是这个总统刚刚 美国总统刚刚确定的那一周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那个周一的时候吧 这周一 然后呢周一股价呢是这个跳空高开 高开完了之后呢开始往下打压 而当天呢筹码是也是属于堆积的特别多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当天放量的这根K线做一个关键K线同样框出来 那么目前来说股价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区间里头 那么如果这个区间一直上不去掉下来的话 那么往下走 它下面的支撑是不是得到这儿 那么如果说它现在来说不跌破 那么目前来说最重最最最短的一个周期的一个支撑位呢 就在这根K线的一个最低价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是最近的一个支撑 这个支撑如果过了如果没有跌破往上走 上方继续向上运行的话 那么接下来就要往前期高点的一个位置了 而我们刚刚也说了前期高点也是历史高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如果股价继续向上行能突破这个高点的区域的话 那么也就说明打破了近期的这个横盘平台 那么一旦打破近期的横盘平台 也就说明股价接下来这个中期来说 这波中期的调整结束 接下来会有一波新的这个中期的机会 所以这个是这个纳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 那么在这两个区间里面哪个位置更重一些呢 同样的我们把筹码分布打出来 刚刚的那个呢是成交量所对应的这个筹码的堆积 而筹码分布呢 它指的是一个价格区间里面堆积的筹码 因为成交量对应的这根K线 它可能最高价最低价 还有这个收盘和开盘四个价格 而且的话盘中还有无数个价格 这样一个K线实在太长了 它的一个区域实在太广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要知道哪个价格区间 它这一天里面到底哪个价格区间最为重要呢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价格区间里头 比如说10块钱到11块钱 这个区间里头所有成交的筹码堆积到一起 那么成交筹码越多 那么这个区间呢 是不是相对来说 它的一个很多筹码的成本价就在这区间里头 所以它呢相对来说 对于股价的一个支撑和阻力就越重要 所以这个是通过这个成交筹码这一块来说 那么其实可以看出来 相对于上方的压力来说 最近这个下方的支撑是不是其实更重要 更重的是不是 所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虽然说目前来说股价是在这个区间里头 但是往上走的一个概率会比它往下 就是说下方跌破的一个概率 会比它向上突破的一个概率 可能要这个更小一点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是因为支撑比阻力的这个力度更大一点 当然也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在 因为上股价是这个 那个纳斯达克它是创新高的 纳斯达克它是创新高的一种状态 所以上方肯定是没有什么筹码的筹码成交的 所以在从这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上方是有压力的 这个压力不一定突破 也不一定会这个就也不一定不能突破 但是如果往下走下方支撑还是比较重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持股呢 就是我们现在呢 如果是持股的话 还是可以继续持股的 因为它还处于这样一个关键区域范围之内 短期和中期都目前都是在向上攻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二个如果没有股票的话 现在想进可以吗 如果有合适的个股当然是可以进的 但是的话要注意一下短期目前股价所处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区间 好吧 所以这个是这个纳斯达克的一个状态 所以总的来说 纳斯目前仍然处于这个横盘震荡行情之中 股价突破历史高点压力之前 那么应以短线的一个操作为主 若有效突破此压力位 则市场才可能再起一波新的行情 对于个股来说当下行情呢又属于分化比较严重的 在指数风险不大的情况下 此时因轻指数中个股 这个是属于从纳斯我们可以看出来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标普500 那么从标普500的这个状态来说 它比纳斯相对来说好在哪呢 它是突破了整个横盘前期的这个横盘平台的 不管是最高价还是说从收盘价的一个角度来说 都是突破了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来说这个标普500 其实后期往上走相对来说 比纳斯达克表现还是要更为强势一点的 那么其次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日线图 从日线图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同样的是连接它的高点连接它的低点 所以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此番是股价突破了它的这个前期的一个高点的 现在到了已经也已经突破了历史高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目前来说短期和中期 就是整体也是继续在向上运行的一个状态 那么基本上的话目前来说它继续往上走呢 下一个目标的一个压力位呢 也是最近放量的这根K线的一个区域范围 所以重点关注的是放量这根K线的最高价的一个位置 好吧 那么支撑重点的一个支撑呢 因为股价前期涨了那么多了 也出现了这个超买的信号 因为我基本上每天都有发一个大盘解析 那么这个大盘解析的一个视频呢 之前也提醒过大家有些超买 但是的话超买的话 它是超买也是有这个可以横盘调整 也可以选择下跌调整的 但目前来说股价都还在一个 这个关键区间的一个范围里头 所以有可能是选择横盘调整的 如果真的只是横盘调整 不跌破这个关键区间的话 短期调整完了之后 继续上行的一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但如果跌破的话 那么短期再往下回调 但是如果不创新低 再次突破这个横盘平台的时候 那么再起来的这个 再起来一波新的行情的话 的这个概率呢也是在增加的 所以不用做中线的话 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恐慌 其次呢我们再看到的是 它的一个这个筹码分布的一个情况 筹码分布其实看出来的 能有可以看出来的是 它的这个下方筹码呢 也是属于堆积的比较多的 所以基本上的话 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下呢 就是如果下来回调 回调的第一个目标位呢 其实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的 那么这个位置是多少呢 我们把这个股票打出来 SPX OK 我把筹码分布调出来 那么 大家不要打开你们的麦克风啊 我没有叫你们打开之前 请不要打开你们的麦克风 好 那么这个是筹码分布这个股票 那么我筹码分布这个指标 那么我如果说把这个图形 放到到现在 我们看到筹码堆积最多的一个位置 肯定是在这个价格区间的 这个区间呢是这个3385.68 左右的这个位置 那么除此之外呢 再往上走的话 一个筹码堆积区呢 就是在前期高点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则是在33502的这个区间 所以的话基本上这个是纳指 这个是标普的一个状况 道指呢 基本上和纳指是跟标普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它也是突破了这个前期高点的 那么前期高点其实也是历史高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不同的地方在于 标普是已经突破了历史高点的 但道指没有 道指呢 目前来说是刚好到达前期高历史高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区域对于股价肯定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所以最近的话道指是有一定的成压的 这个位置是29508的一个位置啊 如果下来回踩的话 那么回踩的第一个目标之身 就是前期横盘区间的一个这个区域了 好吧 那么如果说啊 这个从日线图的角度来说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最近 它现在目前所处要的这个高点呢 就最高价的这个位置呢 基本上也是目前短线的一个横盘平台 只要不下来回补这个缺口 继续往上运行 这个横哪怕它继续在里面横一段 横一段完了之后向上突破 那么接下来都往上走 都还有更大空间的 如果下来回踩的话 那么基本上这个空间呢 相对来说短线来说 我们如果可以回避的话 那也可以尽量回避掉 因为这个空间相对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幅度的 好吧 总的来说道指和标普 相对于纳指来说 是近期更为强 就是近期表示表现比纳指来更为强势 那么这个股价呢 已经突破了前期高点区域 中期目前尚未安全 那么短期呢 只要股价不跌破这个关键K线的下延 回补前期的缺口 一旦有效突破关键K线的上延 则是短期风险解除 短期股价继续上行的一个情况 所以目前来说 就是对于这个标普和道指来说 短线上面呢 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 但前提在于股价 就是跌破了这个关键K线的一个区域范围 如果不跌破的话 继续往上突破呢 则这个短期来说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好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板块 从板块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这里呢 就是把整个这个纽交锁上市的 所有的这个板块呢 就直接给大家列出来 我们是我们红利软件上的 这个板块的一个划分呢 是按照国际板块划分的一个标准来的 是根据有11个这个板块的一个标准 那么11个板块 我们具体一一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整体情况 好吧 那么就怎么去找到呢 我点开是纽交锁行情 然后呢 直接把点的是index 然后我按照转地服务排序好吧 排好了 然后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 呃 在讲这个板块之前呢 我们要给大家去介绍两个指标 因为呢 我们如果想要看这个板块 它到底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个板块到底目前有没有赚钱效应 然后的话 它的整体的一个趋势是怎么样 短期中期和长期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需要用到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呢 是要做红利彩虹 这个指标呢 如果有经常听我们的这个股票课程啊 大家应该对于这个指标是比较熟的 所以呢 我就不对于这个股票做过分的讲解了 那么我简单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这个指标红利彩虹呢 它是帮助投资者同时看到不同周期的一个趋势的作用 那么白色线呢 代表长期趋势线 然后蓝色呢 则代表中长期 黄色代表中短期 红色则代表短线 所以的话 基本上我们一看呢 就是说对于这 只要有这个指标 我们一目了然就知道这个股票 它长期中期和短期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指标的一个作用 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个指标 只是单纯看K线图的话 我虽然知道股价 它呢 就是我虽然看得出来 A股价好像是在往上运行 但是目前来说 哪怕比如说走到这 高点不创新高了 打破了原有的上升趋势的规律 低点呢 又开始跌破了前期低点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拐头向下了呢 那它拐头向下到底 现在是属于短期的这个回调呢 还属于整个中期趋势走弱了呢 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指标 就很难说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判断 那就是公 我就是说1000个观众 有1000个哈姆雷特 你说你看到是这样 他说他的理解是那样子 那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我们就很难做到理性的一个判断 所以呢 这个指标好处在于 它可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标准 然后短期中期中长期长期 那么基本上我们能够在一张图里面 一目两然的看清楚 它的一个整体趋势状况 好 下一个呢 我们看的是还要用到一个指标 叫做六彩神龙 这个指标呢 是什么呢 就是它呢 是帮我们去看目前的这个市场 它的这个 就如果是在个股上 其实它更多是帮我们去追踪 庄家的一个行为的 但是呢 如果放在指数上面 我们不可以这么看 它呢 就是黄色柱子呢 它是帮 它是浮动筹码 也就属于盈亏之间的那些比例的个股 如果是绿色的柱子呢 代表是这个套牢筹码 也就是说 这个筹码呀 它是属于套牢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 我10块钱买的股票 然后跌到5块钱了 被套了 对不对 那么处于被套这个状态呢 是绿色的 但我如果把它卖掉了 是不是就不再显示绿色了 所以这个是属于套牢的筹码 就现在属于亏钱的这个状态 还没卖 然后红色则代表是获利筹码 也就是说 是属于赚钱这个状态 然后没有卖掉的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 这个指标的一个简单介绍 绿色是这个情况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通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PX 目前的一个状况 如果通过这个指标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基本上了解 相对于SP刚刚为什么说 现在的市场属于这个分化的比较严重呢 其实我们看啊 前期在整个这一波的上涨的过程中 股价的不断的上涨 你看获利的筹码是不断增多的 说明整个市场的一个获利效应是非常足的 因为它是大盘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你就放心在整个这一段的时候 个股的一个普涨性是比较强的 就大盘涨很多个股都是在上涨的 但是走到这一段的时候 你看大盘也有上涨的 大盘也有上涨的时候 但是你发现整个这个获利的这个筹码 你发现红色的柱子是不断缩短的一个状况 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我没有叫大家打开你们的麦克风之前 请不要打开你们的麦克风哈 这样会影响老师讲课的这个进度 然后我们看它的红色的获利 它的红色的获利筹码却不断的减少 是不是只有 那么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股价 难道是说股价 这个时候大盘上涨 那么就是说没有个股上涨 或者个股涨的不够大盘多吗 其实不代表 而是说就是说在整个大盘上涨的一个过程 但是是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却在减少 说明整个市场中只有一部分的个股 这个时候是涨的 而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个股可能不是涨的 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分化行情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如果是普涨行情的话 什么叫普涨行情 可能说现在整个市场在往大盘在上涨的时候 市场中可能80%的个股都是在涨的 这种叫做这个普涨行情 但是如果是分化行情 大盘在涨的时候 可能整个市场只有60%左右的一个个股是涨的 剩下可能还有40%或者30%个股是不怎么涨的 或者甚至还有下跌的这种状况的 所以这种就叫做这个分化和普涨行情的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就是刚刚我们也讲了这个为什么说现在分化的严重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个板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怎么样呢 我们刚刚已经把板块的指数全部都掉出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 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materialis材料这个板块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我呢把这个筹码分布给它去掉 然后呢把这个红利彩虹掉出来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的是这个 材料这个板块呢 股价它的整个方向是往上走的 这个白色线 不蓝色线 黄色线和红色线 整个方向都是往上走的 那么说明材料这个板块整体来说还是值得关注的 但是同样的它的一个赚钱效益呢 也是在有减少的 所以材料这个板块啊 这个板块里面应该是 就是说目前来说是值得关注的 因为整体方向是往上走的 但是的话 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板块里面肯定不是所有个股都是上涨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板块相对于前期的这个上涨来说 最近的一个分化的情况呢 是增加 那就是增大了 所以的话 我们再去做这个板块里面的个股的时候 要做进一 就是我们再去选这些个股的时候 不要随便去选 只要看到 这个板块好 然后我就去找 那我就随便从这个板块里面找一只个股 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去精选这个个股 那么这个是材料板块 但整体的走势还是不错的 那么下一个我们来看的是这个Consumer Discretionary 就是那个消费平板块吧 那么从消费平板块来说 它的这个获利筹码的 它的一个赚钱的效应 我们看它获利筹码很明显 就比刚刚的那个 就是和刚刚的这个材料板块其实差不多啊 也是和刚刚的 这个不是材料板块 不好意思 我点错了 比刚刚的这个材料板块来说 是不是要更高一些 刚刚材料板块的材料板块的这一块的这个获利筹码 差不多还在25%以下 但是你看这个消费平板块呢 它的一个 它虽然说啊 它的一个 它的这个获利筹码赚钱效应也在减少 但是呢 它的一个 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赚钱效应呢 还是比刚刚那个更强势一点的 所以这个板块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值得关注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是Health Healthcare Healthcare 这个板块来说的话 就前期股价呢 也是一直在横盘 在往上走 但是呢 基本上在这个阶段啊 你看股价横盘的这个阶段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赚钱效应的 所以在整个在这一段的时候 虽然股价没怎么跌 也没就是在横盘 但这个这个时候 整个是 就是这一个板块里面 这个板块里面如果你要去找个股去操作的话 是很就是说你如果不是精选个股的话 这都很能赚很难赚得到钱的 但是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看走到现在来说这个获利筹码再次出现并且增加 所以说明从这个位置开始 市场这个这个板块里面又有更多的个股 开始要开始形成上涨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其实这个板块还是值得关注一下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板块 这个是属于这个 啊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那么这个板块来说的话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方向运行是往下走的 所以首先第一个它的整体方向其实不是特别好 然后然后呢 也是达到这个前期高点的一个位置上不去 然后下来回踩 但是白色线目前方向还是往下走的 不一定能踩稳 而且的话下方大部分筹码全部都是黄色的 也就说明这个板块里面 它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是不责 是没有特别多的一个赚钱效应的 所以在这种板块里面去选个股操作 然后的话想要它持续上涨的话 相对来说你的眼睛一定要一定要带到一千度以上啊 才能很好的去找到这样一两只个股 能够比较帮助到我们能够赚到钱的 好吧 那么下一个呢 我们来看的是这个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科技股板块来说 并不像我们真的想象的那么差 对不对 其实呢 它也是整个方向 股价方向也还是往上走的 然后的话 就是说 它最近的前面呢 虽然说在整个这一段的时候 赚钱的这个效应是在减少的 但最近又开始出现并且增加了 所以在这个板块里面 也是有一些个股 其实还是处于强势拉升的一个阶段的 所以目前来说 科技股板块 可能也有一些个股是处于 还是处于这个高位震荡 或者说高位在往下掉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板块上来说 它是有赚钱效应的 只是说赚钱效应不像之前那么足了 所以对于这个板块来说 如果有想要看好的个股的话 那么一定要对于个股进行更加全面的一个分析 好 下一个呢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utilities 这个 公共事业这个板块 上一次我们在讲公共事业的板块的时候 应该刚好是上上周吧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去讲这个板块的话 应该是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们在讲这个板块的时候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这个板块 它的一个走势是 刚刚走往下走 然后走出来了一个底部形态 就是低点低点不创新低 高点高点开始抬高 突破了整个横盘平台 所有彩虹线刚刚走好 下来回踩又踩稳的时候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 本来说股价的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值得关注的 然后你从资金的一个角度可以去验证一下 也可以看出来 它虽然前面大部分的筹码 还是在这个获利庄家 在这个黄色油 黄色的这个 是属于黄色浮动筹码 但是从这个位置开始 它的这个赚钱筹码开始出现了 那么赚钱的这个获利筹码开始出现 并且不断增多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是刚刚要开 走完底部形态要开始拉升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这个板块里面的一些个股 大家可以去精选一下 如果有中长线的股票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板块指数走出来这样 其实大虽然说肯定也有个股走的好 也有个股走的不好 但是的话总归选出来跟指数相似的这种个股 还是比较多的 而这个个股这个板块里面的情况的话 它不是属于涨的高了的 它是刚刚差不多刚刚把底部走完 然后回踩了 然后开始往上走的一个状况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航行刚启动的时候 对于中长线来说还是比较靠谱一点的 好吧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 这个不是啊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还有一个的话 这个就是这个 Consumer 这个Stables 那么这个板块的话 其实比跟刚刚前面的那些个板块 跟那个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还有那个Customer Discretionary 那些板块还是差不多的 这个呢 也是整体方向是往上走的 然后突破了这个前期的一个横盘平台 但是比大盘要强势啊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吧 它比大盘强势 已经突破了横盘平台 而且的话 就是在强势拉升的一个阶段啊 所以这个板块的话 也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然后的话就是 Industrial 就是说工业板块 工业板块来说 相对于前面所有的板块来说 它的获利筹码是最多的 所以的话 这个板块来说 虽然说像不像前面那样子的这个 赚钱效益是那么明显 但是呢也是在不断增加 并且呢是所有板块里面赚钱效益 暂时来说是最明显的一个 这个板块啊 所以这个板块的话 如果说我们不是 我们有合适的个股 尤其是说想做短线呀 或怎么样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它整个趋势已经走起来了 好 最后的一个呢 就是这个Financial 就这个银行板块 这个金融板块呢 它的话就是有点特殊性啊 它是刚刚突破了 它所有彩虹线已经突破了 但是到了这个前期的历史 前期的这个六月份的这个高点的位置 然后呢 就是刚刚突破这个高点的一个位置 然后开始往 就是说如果是有效突破 能在这个位置能踩稳的话 这个板块应该是要 就是要起来的一个概率是比较大的 毕竟像前面是刚花了这么长时间 走了一个大的底部啊 如果说这个时候 这个大盘如果能配合的话 这个和刚刚那个Utilities 应该都是还是对于中长线来说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好 最后的话就是能源板块了 能源板块的话 基本上它的它的整体走势还是往下走的 所以基本上虽然是上涨 但整个方向是往下走的 所以作为短期的一个走 就是短期反弹的一个概率 相对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那此番如果不能突破白色线的话 那又跌又跌破 再次跌破所有采用线 继续往下走 就还有更大的一个空间了 但如果能够突破白色线 并且能够在白色线处踩稳的话 那么可能后期再起来的一个概率会比较大 但因为这个股票 这个板块里面啊 前面是有太多的这个被套牢的这个筹码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要一次性马上上去 那可能也是不那么容易的 所以对于这个板块的个股来说 肯定是要一波三折的厉害的 所以对于这种板块呢 如果是真的有十分看好的个股呢 最好你也是短线操作会比较好一点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板块的一个情况了 我们通过这个这两个指标 第一个一个看方向 去确认这个股价整体的运行 然后呢第二个看的是 它里面的一个赚钱效应到底是多还是少 去确认就是说这个板块到底值不值得关注 如果值得关注 就怎么去进行一个操作 好吧 那么所以总的来说 可以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 从目前的市场板块表现可以看出来 各大板块整体走势是随着大盘 还是随着大盘的一个走势上上运行的 进一步验证市场上涨的一个动能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 啊 获利筹码越多那么该板块的一个赚钱效应呢 讲完了大盘 讲完了板块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个股的一个状况了 那么从个股的一个状况说 我们先从通过几 我这里分了好几个大类啊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先讲一下前期经过了大涨的这个疫情受益股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TDOC 那么从TDOC的一个角度 从这个股票的一个情况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股价在这个阶段是不断横盘的 但是我们发现赚了钱的筹码却是不断的在减少的 啊 所以基本上 但是对于我们大大部分的这个散户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散户 那如果说我们去买股票 这股票都还涨着 你说我们有可能会说在这不断上涨的这个阶段 或者说在它在横盘的这个阶段 我把这个股票卖掉吗 我们要就是说这种情况 我们但没有发现市场的一个风险的情况下 是不太可能说真的 在这种位置的时候就把它卖出的 对不对 所以红色的这个 这个获利筹码 在个股上面是可以近似的看作是主力的获利筹码的 因为一只股票 它从前期从低点 就会一直持股 直到高点的一个横盘区间 全部都出掉的 这种行为大部分来说 就这种筹码 大部分来说 不能说所有 但是大部分可能90%左右的这些筹码 都还是属于这个获利庄家的 剩下呢 可能有参涨了10%左右 是这个散户的 或者说一些短线的这种机构的 这些赚了钱的这个筹码 但是整体来说 大部分的话还是属于这个赚了钱的这种庄家 持续拉升股价的这种庄家的一个筹码的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比较明显的 可以看出来 最近的这个TDOC这个股票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 股价呢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是在横盘的 没有跌 完全没有跌 你看从这个低点达到这儿 是没有跌的 但是呢 你会发现股价在这横盘 但如果说是赚 按道理来说赚了钱的筹码 如果没有卖的话 应该和前面应该是要保持相同的水平的 但是你看走到现在还有赚钱的筹码吗 就没有了 说明什么问题 在这个股价的上涨和横盘 这个阶段的话 赚了钱的这些筹码是已经不断的 几乎已经出完了 所以这个阶段的话 在跌破了整个横盘平台 你看三重顶跌破横盘平台 跌破颈线位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顶部形态就已经走完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对于前期受益翻了好几倍的 这个TDOC是干嘛的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 但凡只要前期有做过股票的话 基本上都知道这股公司是干嘛的 这个是属于一个远程医疗的一个平台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的一个顶部 第一个股价价格类 已经走出来一个顶部形态 三重顶 然后跌破了这个顶部形态的颈线位 向上反弹 反弹到了这个高点过不去 继续向下运行 那么这种情况下 整个方向已经走弱 然后第二个 在整个股价一边横盘的时候 获利庄家的筹码就已经在不断的减少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一旦是赚了钱的筹码出货了 庄家们出货了 你说这股还能持续往上拉升吗 那大部分的筹码 你看现在大部分的筹码 全部都是在这个绿色的被套牢的这些人的手里头 那被套牢在这种高位的时候 进场去抄底 然后去进场买股票的 你说大概率来说是谁呀 所以绿色的被套被套牢的这个筹码 大部分的大概率来说 90%左右的可能大部分来说 都是属于一些散户的筹码为主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可以看出来的是 当现在大部分的筹码都是在一些被套牢的散户的手里头 然后呢 这个庄家的筹码 基本上已经出的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股票短期反弹不过 接下来还能往上拉升吗 大概率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对不对 因为被套牢这个被套牢散户 包括说哪怕不被套的这个散户 也很难持续的推动股价的上涨 或许我是一个大散户 我有这个20万的资金 或者我也100万的资金 我一天之内买进这个股票 的确这个股票涨了1% 但是我只有100万 明天怎么办呢 后天怎么办呢 我们不可能 我明天叫我们家隔壁邻居来啦 对不对 不可能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一旦获利庄家的筹码走了之后呢 这股价它接下来下跌 或者横盘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没有第二个庄家 再进场去拉升的话 那这个股票短时间之内 可能比较难 比较困难能够真的起得来了 就是说再起来一波中期的行情 突破这个横盘明难 再起来一波中期的行情 好吧 这个是TDOC这只股票 同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Zoom Zoom这只股票呢 前期也是受益于这个疫情的 然后呢 也是翻了好几倍的 前面涨了特别多 但是它的话就是说 你看它走出来顶部形态了嘛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 它其实你看不出来 因为它没有走出来 像这个TDOC这样明显的三重顶 但是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用的是用彩虹线给大家去看 我们可以发现 从它真的发家开始 这个Zoom啊 真的起来行情开始 你发现它的低点低点低点都是属于它的一个低点都是打到黄色彩虹线收到支撑起来的对不对 所以说明黄色彩虹线对于这个股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支撑位 但从它历史以来基本上就没有说跌破黄色线 跌破了也是立马就收回来了 但是到最近这一次是跌破了黄色线接接实实的跌破了 而且没有收上去的 那么从这个位置开始我们也可以发现 从前期的从这儿开始 你发现是获利筹码最多的 后期股价继续往上运行 它的这个赚钱的筹码其实都是逐步都有在减少的一个迹象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看一旦跌破了这个黄色彩虹线 跟前期的这个位置相比 前期的这个位置在这儿的时候 你看获利庄家的筹码在75%以上 但是走到现在呢 这个获利庄家筹码只有差不多30%左右了 所以基本上只留了一点点底仓了 该走的这个部分的筹码可能都已经走的差不多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小心的是主力已经出货了 如果他们庄家也就主力啊 如果庄家主力出货了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个股价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要么横盘 要么就可能要往下运行的对不对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都不是好事 所以股价接下来这个Zoom这只股票 只要它不过黄色彩虹线 我们就不在这种情况下 再就是说你进场的一个风险都很大 所以如果真的要考虑的话 它至少最关键的这个压力位是一定要先突破了 然后再变成支撑的话 你再考虑会要不要再进场 因为前期这个位置 那么也有可能是这个洗盘 而不是真的出货了 好吧 所以这个是Zoom这只股票 接下来呢 下一个我们同样看到的是Netflix Netflix这个只股票呢 它的前期也是属于走的非常 不好意思 走的就是走的比较 长得比较多的 然后呢 从这个位置开始也是股价一直在这上盘 但是获利的这个筹码是不断的在减少的一个迹象 所以呢 基本上前期走到现在 反正已经没有再也没有什么获利的筹码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现在股价又回到了整个横盘平台的一个下沿 所以现在等着去抄底这个Netflix的朋友们 现在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股价它没有主力的获利筹码了 不代表股价一定会跌 因为它没有主力不拉了 它也有可能就在这区间里面横排嘛 对吧 那只是说没有人持续推动股价的拉伸而已 还有可能是一些这个油资推动一下 短线的一个操作也是可以的 所以目前来说 对于Netflix来说 如果我们想要进场抄底 我说进场抄底去做中场线 现在言之上早啊 因为它是这个庄家刚刚走完了 除非它接下来 立马进来第二个庄家去进场拉伸 要不然的话 马上再起来一波持续上伤的一个行情的概率是比较少的 而且第二个 它现在已经到了整个横盘平台的一个下眼 这个位置如果不创新低 开始往上走 要做操作的话 可能只能先以短线的一个 这个横盘去做高报低息 但是如果说它一旦跌破了整个横盘平台 做短线一定要把这个位置设为你最后的止损 这个位置如果一旦跌破 往下走就还有更大的空间了 好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刚刚TTOC走过的 三重顶的一个形态了 所以大家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一块的一个情况的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 我看了三只股票都是前期大涨过的 若是主力的获利筹码提前离场 那么股价也跌破了重要的支撑位 走出顶部形态 那么主力出货完 个股马上再起来形成一波上涨的一个概率是减少的 不宜这个时候再贸然进场抄底了 好吧 这个是前面这一个这种类别的股票 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科技龙头的股票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到是这个AAPL 是苹果 苹果的话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来啊 它基本上的话走的是三角形态的 三角形态整理 对吧 高点高点降低 低点低点呢 就是说也是在这个逐步抬高的 所以走到三角形态 在横盘整理 那么但是的话 白色线和蓝色线方向都还是朝上的 所以长期和中长期方向都是往上走的啊 但对于这种啊 就奈飞呀和苹果这种股票 你不用期待说 它真的一定会跌多少 但是的话就是说 它不涨 它也能 它给你横个半个月 或者说横个几个月 你也是 你也是在里面是够烦的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目前如果说对于苹果是看好的话 你就注意一下 它在这个阶段 在目前的这个阶段 股价在横盘 但是获利的庄家的筹码 持续不断的在减少 所以短时间之内 如果没有真的洗盘结束 或者第二个庄家来拉伸的话 一时半会儿 它这个横盘平台只要不突破 那么一时半会儿 还是起来的会比较困难一点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想中长线去做苹果的话 暂时如果你能扛得住 你不管它接下来到底是跌破这个横盘平台 还是说选择的是突破这个横盘平台 反正或者说它继续在横个几个月 我都陪它好 那没有关系 你有这个耐心 那你要进也是没有关系的 无论什么时候进都可以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苹果这种股票的话 它最终它哪怕经历了中期的下跌 最终也还是会涨起来的 但是第二个 如果你是想一买进去就能有一波行情 我想提高我的资金利用率的话 那么你最好等它的一个底部型 底部的这个形态走 就是说等它这个震荡形态走完了 然后突破这个横盘平台 再次有专家再次进场拉伸的时候 你再进的会更靠谱一点 好吧 你这样子你买进去呢 再次就持续往上走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这个是AAPL 特斯拉基本上和苹果的走势是一致的 所以呢 基本上我就不多说了 它也还是在这个横盘平台 最后看它选择向下跌破而选向上突破 所以暂时来说 突破和跌破也就是很快的一个事情了 也不用真的过分的去纠结 与其现在就贸然进场 你还不如等它突破呢 对吧 那至少你有大概率来说 反正这个就一突破 然后尤其是有效突破 我说的是有效突破 那么往上走的一个概率可能会比较大 好 下一个的话就是除此之外 从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这个微软MSFT 它基本上已经没有赚钱的筹码了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筹码都在一些 这个短线就是这个黄色浮动筹码 基本上黄色浮动筹码大部分来说 应该是一些短线的一些游资 就做day trade的这些人在操作 所以基本上的话 大部分筹码在他们的手里头 没有下一个庄家来拉伸 它也是很难再起的 它也是很难短时间结束这个横盘平台 然后开始拉伸的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个横盘可能还得继续持续 所以这个是属于 这个 这个 这个股票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这些个刚刚的那几个龙头板块 龙头股以外 还有一个是Google Google和刚刚那些股票就有不一样 它的一个情况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你发现股票呢 它的一个走势 是低点低点逐步抬高的 然后所有采用线方向都是朝上走的 然后下来回踩 回踩到了第一根采用线之后呢 要继续往上走 然后的话整个方向是往上走的 所以属于整体 目前是不是属于横盘状态 第二个呢 你看它的获利庄家的筹码 在百分之这个50以上 基本上差不多已经75%了 就主力控盘的一个程度 目前大部分筹码都在获利庄家的手里头 这也是前面两周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整个这个大盘 最近这个刚刚那个 就是大选出结果出来之前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就讲了这个微软 就是讲了这个Google 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这个 因为它整个它是属于前面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已经结束了横盘的阶段的 它就已经在处于强势拉伸的一个状态的 好吧 所以总的来说 目前的科技龙头股 需要这个操作呢 需精选处于强势拉伸阶段的个股 对于估计正处于横盘 然后的话股价呢 这个主力的获利筹码 持续减少的个股 要小心的是主力 现在是不是在出货 那么中短期操作呢 可等股价突破了这个横盘平台 再次有主力拉伸的时候 在进场的那种情况下呢 会更安全一些 也会就是你买进去 就上涨的一个概率 也会更大一些 好吧 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科技的龙头股 不是所有的都不能操作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呢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就是新能源和能源股 新能源这个板块啊 之前我们有罗列过这个板块 有哪些个股 我没有办法说 一只一只全部都讲 我就是去选两只代表了 去讲一下 比如说这个JKS JKS这个股票呢 就是金科能源 对吧 太阳能板块的 那么这个板块啊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的是 它不是所有的横盘说主力的获利筹码都会减少的 绝对不是 这里给大家去证明一下 你比如说金科能源 前期股价从这个位置开始在上行的时候 它的获利筹码也是在50%左右 然后股价横了半天 横了半天 完了之后再次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发现是不是依然是50%左右 是没有什么减少的 但是你发现最近这一波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一个横盘平台 前期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主力获利筹码接近于90% 但是主力在这个阶段横了一段之后 你看它的获利筹码现在已经上 下去到50% 根本股价都没有跌 就正常来说 应该在股价没有跌的情况 它获利筹码不卖的话 那么基本上还是处于这个水平的 但现在已经掉了这么多 只有一种可能吧 就是赚了钱的这些筹码 在这个不断上涨 在还以及这一波的横盘的过程中 它是有不断在出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对于金科能源 这个股票如果想要进场抄底的朋友 你一定要注意了 就是说如果它一直持续是这样子的一个行情的话 就有可能是主力在走顶部的 你这个时候贸然进场抄底 就有可能去买到山顶上了 你要买到山顶上 一旦被套 那么这个空间就大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一定要设好这个 如果是真的已经买进去抄底了 一定要设好止损位 这个横盘平台的这个颈线位一旦被跌破 也就是这个位低点的位置一旦被跌破 那么一定要先止损出去 好吧 这个是JKS这只股票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不说它就一定不能再起来 如果就是说它这一波主力洗盘 洗完盘了之后再次拉伸 就或者说换一个庄家再来拉伸 它有可能还再起来一波行情的 是有可能的 但是的话前提在于股价真的是 就是说它的获利筹码 真的是再次持续增加的一个情况走出来 那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真的去入手 好吧 那么第二个的话 同样的除了这个JKS之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EMPH 因为这个股票我之前操作过 但是我基本上呢在这个位置左右吧 反正我把它卖掉完了之后呢 我就再也没有进过了 所以最后的这一波的上涨 我也是没有进的 股价呢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说很明显的是EMPH 其实比JKS表现会更好一点 也更强势一点 因为它的一个虽然说 它呢也是属于也没有说真的涨了 涨了多少 也是在这个阶段还在横盘的 但是它的获利筹码 一直还是稳定在75%以上的 所以如果是它的话调整震荡 完了之后的话继续拉伸 是有这个概率的 然后除了除此之外 如果你看一下整体的这两只股票的一个 你比较一下它两只股票的一个整体走势的话 JKS这只股票 它的一个整体上市之后 绝对不是持续往上走的一个情况 它基本上整体上 它上市之后整个行情一直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种走势 但是EMPH不是的 EMPH它上市之后 就是说基本上上市完上市完了之后的话 从这一波掉下来之后 从17年开始就持续不断都在向上运行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这只股票来说 很明显它的一个整体走势就比JKS是更强势的 所以就是强者很强 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 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主力筹码没有走的话 相对来说它还是更为强势一点的 但是的话短线来说也是一样的 它既然走了那么高 那你就算是要招作这个时候再进场做中线或做中长线 也有点不合适了 因为成本价实在太高了 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等它回调完了之后 你想做一下短线的一个操作 你倒是可以考虑 好吧 那么下一个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除了这个新能源 新能源就属于这个太阳能这些 对于这些个板块以外的话 我们看的是能源板块 能源板块最近呢也是反弹的很厉害 因为这个疫苗嘛 面试了 终于面试了 而且成功率有百分百分之九十 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前期跌的很严重的 这些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 这些板块和个股 基本上都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反弹的一个情况 这个呢 能源板块呢 我选了两只代表 一个呢是SU SU的话这个板块 这个个股呢 基本上也是 但你发现这个 这个股票就像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能源的那个板块一样的 整个方向都是持续往下走的 就算是能涨 就算是真的能涨 带着这么多的大片大片的这个被套牢的散户 你说他一时半会儿马上就是走出了一波这个持续上涨的行情 这个概率有吗 有但是比较小 为什么呢 因为庄家一他不太可能说真的带着主力 就是带着散户去赚钱的 这么多人被套的拿在手里头都没卖掉 现在我带着他们去赚钱 这个概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呢 对于这一种的就是能源股来说 也许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底部 也许呢 他接下来能起来一波行情 但是的话 肯定是一波三折 没有那么容易的 因为他就算是涨了 也是涨一下掉一下 涨一下掉一下 要把这些前面的这些被套牢的散户给他清干净了 才会真的有一波比较干脆的持续的一个拉伸 好吧 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能源股 所以对于能源股的操作 大家如果说是对于像这个股票的话 那么最好的话肯定是以这个短线的一个操作为主 所以最近的话 在整个行情真的走起来之前 好吧 这个是SU 除了SU以外 你看到的是这个OXY 它基本上的一个走势和SU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整个方向的都是往下走的 所以对于这个能源板块的一个个股来说 大家如果看好这个板块的个股呢 就是你要小心了 因为这个板块的个股整个方向是没有走好的 所以我们最好呢 是它的一个操作 我不说不 它的上涨不是说不可靠 而是说你的一个操作一定要更 就是说你的 你的这个止损啊 包括说你的一个操作啊 可以可能更多要偏短线一点 好吧 基本上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子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航空股 航空股的一个表现 它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前两天应该是有专门路过一个 关于航空股的一个视频解析 我里面一共讲了三只股票 DAL和BA 还有一个AL 是吧 达美航空 波音和这个美国航空 三个股票 然后整个来说的话 我里面的 我里面的话 重点其实讲了一下是这个达美航空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达美航空相对于这三只股票来说 其实它是最强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比较一下是达美航空和波音 因为美国航空三只股票里面表现是最弱的 我就不讲它了 我就讲一下这两个 为什么它会更强一点呢 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的是 整个它同样都是跳空高开 都是跳空高开 然后你发现这个达美航空是直接到了前期六月份的这个高点 而在真的跳空高开之前 其实股价就已经开始低点低点开始往上走了 但是波音不是的 波音的话基本上前期一直都是往下走的 这一下子跳上去的 所以它距离前期的六月份的这个高点都还有一定的距离 更何况白色线就已经到了它的一个压力位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再比较一下它们的这个筹码 获利的庄家的筹码和散户的筹码的一个区别 你看同样的都是波音的这个股票 同样的都是航空股 但是DAL它很明显的它的这个主力的这个持股的 它的主力庄家的一个拉伸的程度 就比那个波音来的更强势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而且波音前期在这一波拉伸之前 大部分的筹码全部都在贝塔老散户的手里头 所以它的起来肯定是一波三折 不会像达美航空那么强势的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比较来说 就达美航空会更强势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做的 你做的是长线的话 就是你如果是做的是长线 那肯定还是波音更靠谱一点 为什么呢 从长期的角度来说 波音的走势 还是远远比达美航空走的要更好一点 比如说我用的是上面我放达美航空 下面我放这个波音 我把图形缩小 然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就是达美航空和波音相比较来说 基本上就前期的这个达美的一个走势来说 它的虽然也是整体往上运行 但是的话就是说它的上涨的一个幅度 包括说它上涨的这个潜力 都比波音来说还是要差一些的 波音从来没有说低点穿过历史记 就基本上低点低点一直都属于抬高的一个状态的 所以从整体从长线的一个角度来说 波音可能还是更靠谱点的 但是如果你是说从这个做波段 或者说目前短期 就是从这个偏中短一点的一个角度来说 达美的话 它最近的因为主力的 它主力的一个获利筹码 基本上已经到达75% 现在属于主力高度控盘的一个状态 所以的话它的话 这个起来的一个速度 应该会比波音更快一点 当然也不是说一定 自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这个是属于航空股 但总体来说航空股整体 它没有说真的已经突破白色线了 就到目前为止 虽然前面有上去白色线 但最后又掉下来了 都始终还没有说真的在白色线的位置踩稳 白色线的方向也还是朝下的 所以真的要起来的话 肯定还是需要等到白色线 就是突破白色线 并且在白色线位置踩稳 然后再真的起来 好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对于这一个板块的个股来说 如果是对于这个中长线看好 然后的话 大家还是可以关注的 毕竟 就是说毕竟这个板块的个股 当然这个板块个股 也不是所有都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 其实市场 它炒的是一个预期 虽然疫苗是出来了 这个对于 你说真的对于波音 对于这种航空公司 有很大的一个 这个收入上的影响吧 反正一失败会儿 影响不会不会太大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要疫苗普及至少可能到 从美国这一个国家开始估计都得先到 这个明年四月份才真的能够说完全普及 然后的话 这种情况下更何况全世界全部普及呢 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是说 对于但是市场炒的呢 是一个预期 所以这种我们如果去炒作这种股票的这一个板块的股票的话 就是我不能说它就一定会就马上就起来形成一波马上幅度比较大的一个走势 就是说我们如果再去操作的时候 你想要它能起来的比较快的话 那最好这个底部形态走完了 就能够上去了这个彩虹线的上方 然后开始呢 就持续往上走的一个情况 可能概率会更大一点 好吧 这个是关于这个航空股这个板块的一个情况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传统的一些价值股 比如说银行啊 食品啊 和百货这一类的 因为最近的话 这些都是属于反弹的最为野 反弹的最厉害的这些股票 那么也是很多人说 这个科技股不行了 我要去转占这些股票的一些这个情况 当然这些股票啊 有一些都是属于现在已经提前有走出底部形态的 这些我不否认啊 这个疫情 这个疫苗出来 肯定对于这些板块是比较利好的 但是的话 就是说哪怕炒预期 我们也要从这些板块里面寻找 是真的是已经提前走出底部了 因为受一下疫情就开始拉的拉升的这种这些股票呢 就更靠谱一点 你不至于说那些股票都还在往下跌 或者说都是只是一个短期反弹一下的 就像我刚刚去比较DAL和这个能源股一样的 你肯定要选择现在刚刚走出底部形态的 其实更更好一点的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举了几个案例啊 比如说第一个 SBUX 这个是星巴克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的话 股价呢 是由前面的这个方向向下 然后白色线呢 有方向向下在左平 然后呢 股价突破所有彩虹线 开始时序往上走 我们在讲这个星巴克的时候 是属于他刚刚突破这个白色线的时候 你看当时的话 在讲这个星巴克的时候 其实我在讲之前 我自己也就买了这个股票 那么买入这个股票 我不说从这儿到这儿 我涨了 我赚多少钱啊 说实话没有赚很多钱 因为他本身就属于涨的慢的 但是基本上你从这种股票来说 它是比较稳的 因为就是说 然后他是提前已经走出来底部形态的 他在这儿的时候 你看股价还在这个阶段是不断横盘的 然后他被套牢的这个散户的筹码 基本上就已经消失了 你看前期在这儿的时候 被套牢的这个程度是有 从这个位置如果掉下来的话 基本上被套牢的这个程度是很高的 但是你发现走再反弹回来这儿的时候 被他不但被套牢的这个筹码是完全没有了 但而且是主力的获利筹码开始出现 并且不断增加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一般走出这个这个底部形态一旦走完 并且在白色线的位置能够踩稳的话 起来一波行情的概率就比较大啊 所以后期的话 对于这些已经提前走出底部形态的个股 这个传统行业的这些个股 你看他们的反应 有但但凡市场有一些利好啊或怎么样 他的一个持续性 包括他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走势的话 都是比较强更强一点的 啊这个是SPUX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可口可乐 当时我们也有讲到可口可乐是吧 当时可口可乐 我也是差不多在那个阶段买的 估计也是差不多这个位置吧 或者这个位置左右买的 但是基本上呢 买了拿了一段之后 你说他真的涨了多少吗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没有赚多少钱 但是的话 他就是说 就是你没有赚多少钱 但你也是也需要分配出来一点仓位 就是给这些股票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就是说疫情 它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结束的 但是我们得等待这个疫苗 因为疫苗基本上都处于当时的话啊 都处于三期在试验的一个过程 一旦真的形成的话 这些个啊 这个个股肯定是受益的 但是这些个个股的话 它是哪些个股更容易去受益呢 你肯定要选择 已经差不多走出底部形态的 你比如说 这个口可乐 它其实基本上也是这样的 你看前期从这个位置开始啊 从这儿 基本上股价 就是说股价从这个位置到这个 到这个阶段 一天基本一点都没有涨的 一直都在横盘 但是你发现 它的被套牢的这个散户的筹码呀 从这个位置开始 它是不断持续都在减少的 它不可能 就正常来说 应该从这儿到这儿 没有股价没有涨的话 那么应该是被套牢程度 应该是一样多的 但是你发现它就没有 它被套牢的程度是不断减少的 是不是只有一种可能 那被套牢的这个筹码就卖掉了 它卖掉了之后 被套牢的筹码卖掉了 谁买进去了呢 你看从这个位置开始 就已经开始 有人开始赚钱了 所以从这个位置开始 就有人在不断的买入 到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突破所有彩虹线 那么突破所有彩虹线 并且在这个位置 若是能踩稳的话 你看主力的获利筹码就开始出现 并且不断增加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 它没有拉伸 当然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因素 或者是因为主力 没有拿到足够多的筹码 它还需要再洗一下盘 但是从这个位置开始 我们是知道主力已经开始 这个对于这个股票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它前期的一个建仓的一个过程的 一旦真的有一个行情 它肯定是要去 开始拉伸的一个状态的 所以相对来说这种股票 你买了之后 它跌不到哪里去 但是呢 当然也没有说真的赚多少钱 但是基本上它是比较稳的 你在于这种行业 这个板块里面 还是有一些布局的 就是你不至于说真的一秒起来 然后你去踏空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是有一点不滑 不值当了 对吧 好 这个是这个 刚刚说的可口可乐 同样的还有这个BEMO BEMO这个银行股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金融这个板块的股票 其实现在也是刚刚起来的吧 但是BEMO的话 其实也是这个板块里面走的比较好一点的 它是前期就已经走出底部形态的 然后最近突破了所有的彩虹线 然后下来回踩到前期高点 又开始拐头向上 主力获利筹码在50%以上 已经到了这个控盘的一个程度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的话 相对于这种股票来说 你对于中长线呢 就还是比较靠谱一点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CMS CMS呢 它是一个utilities的那个板块的 那就是这个公共事业这个板块 那么这个股票呢 我们很多会员应该都知道我买了 我买在什么时候呢 我差不多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买了 买了之后拿了一大段 拿了一大段 它也没跌破我的一个持股标准 但是呢也没有就是说怎么样 所以但是的话就一直处于在这横盘 从这到这拿了那么久 但始终的话也没有说真的涨多少 但是啊就是说 但这种股票啊 它最近来看的话 它是整个方向已经走起来了的 然后的话整体趋势也已经开始往上走的 虽然说大部分的筹码还没有在主力的手里头 但是就是说一旦这个方向开始走起来 主力的已经没有被套牢散户的话 这个底部形态已经很明显走完了 那一旦要拉起来了也还是比较快的 好吧这个是CMS 这个股票 所以总体来说不管是哪个板块的个股 总归啊就是会有一些正处于强势拉伸的阶段 也有一些是开始在筑顶的一个阶段的 所以因此呢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精准啊 对于这个个股的分析 不能只是因为看好某一板块而随意买入个股啊 就尤其是当下的这个市场行情下面啊 就属于这个热点快速变化的这种行情下面 今天说哎这个航空股 明天呢好像是跟你说医药股 然后后天呢就跟你说这个这个邮轮股 那么更是需要这个精选个股的一个时候 所以尤其是需要了解目前的一个操作个股的一个主力资金的一个动态 你了解他主力资金的动态 你再去抄去买入这个股票 或者说你去持股都是会更有信心的 好那么呃所以说讲到第三个点 就是说这个美股行情的一个布局 第二个问题就基本上已经给大家回答了 你说呃就是说真的现在是科技股来说的话 的确有一些如果说现在是处于横盘的这种状态的话 你没有没有必要陪他一起耗 那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正在强势拉伸的 但是对于传统一些股票也不是所有的就可以入上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所说的求中长期的话 你如果入手这个能源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波动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也还是要去做一个精选个股 好吧 那么呃 第三个点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美股行情的一个布局 首先的话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 就是一般来说我自己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情况呢 我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一个会分仓去进行操作 去分散我们投资的一个风险 但是不要不要买太多的股票了 我知道有一些我们的有一些这个股民朋友啊 就买了三四十只股票 你说你看得过来吧 买三四十只股票 绝大部分都被套 你说你买了干嘛 你都不 你买那么多只股票 看都看不过了 该卖的时候 你也没有注意到 也不卖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不是自己自己找上门来被套吗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分散投资 就是分散风险 不代表说一定要买特别多只股票啊 所以个股的数量呢 就尽量控制在自己精力 可以掌控的一个范围筹之内 建议八只以内 然后中场就是流出一部分的仓位呢 用做中长期的一个个股操作 另外流出一部分的个股 这个仓位的做做短线的一个操作 那么中长期的一个操作的仓位呢 可以有50%左右 短线的一个仓位呢 占20%左右 那么剩下的还流出 30%左右的一个仓位可以空仓 因为目前毕竟还不是普涨行情 你得防止你个股 一大市场大盘进行调整 你全线被套的这种可能 所以呢 我自己个人啊 我从来不会全仓 我从来不全仓操作的 所以哪怕再好的行情 我都不全仓操作的 都基本上是差不多 如果行情稍微好一点 可能有个80%左右的一个仓位 也已经是差不多了的一个情况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流出一部分仓位 你要是真的有个股背套了 你还能有一部分的仓位 能够说去帮助去摊低你那些被套的这些个股的一个成本 然后的话去反弹能让自己解套 但如果你全线的被套了 你没办法了 就基本上你只能死扛了 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 这个布局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刚刚说了有这种中长期 有短期的这种布局 那中长期最好怎么操作呢 其实我前面讲了那么多的这个个股 基本上呢 这些个股都主要都是从中长期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的 那么 那么中长期的话 我们再去选择个股的条件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要这个安全稳定 那么怎么去看它是不是安全稳定呢 首先第一个个股的这个红利彩虹呢 需要是白色线方向由走平 到开始向上运行的一个状态的 然后第二个呢 是中长期底部已经形成 然后趋势走好 第三个呢 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是六彩神龙 就是刚看那个主力筹码 就红色柱子 黄色柱子和绿色柱子的那个 就是红色柱子呢 出现并增加 则代表的是主力开始拉升的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 最好前期呢 经过了主力建仓的那个阶段 就是股价横盘 然后被套牢散户筹码 持续减少的那个阶段 然后主力这个红色柱子 在出现不断增加的这个情况 那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 走完的这个阶段呢 是出现了这种 刚好趋势也走好了 这种买点一般来说是比较靠谱的 然后第三个呢 这个个股最好是上市以来 整体走势都持续往上走的 我刚刚讲的这些个股票啊 就是包括说 尤其是这些传统价值的这些股票 基本上全部都是上市之后 整体方向都是往上走的 但是具体的买卖点 大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斟酌 那么就是我自己 就我自己现在目前手上持有的这几个股票 比如说CMS刚刚讲过了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整体的一个情况 我把它股票打出来 CMS 好 好 我把图形 图形打出来了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只股票上市之后 先是 先是往下 就是先是整体往下运行的 然后后面再开始持续往上走 1996年就已经上市了 然后从这个位置开始 这09年开始持续不断向上运行的 所以这个是CMS 然后的话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所有彩虹线 就是方向上上吧 白色彩虹线 开始由走平 再开始朝上吧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股价在白色彩虹线的上方 到走平开始朝上 基本上在这种位置去买入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的话反正下来回踩 距离这也没有差多远 然后只要在黄色线的上方 就也还是安全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说 就是红色 就刚刚要出现了 主力的获利 这个红色柱子出现并增加 那比如说我们看前期的话 股价在这个阶段 你看是不是一直都在横盘的 那么基本上从这开始 你看被套牢的这个散户的筹码 还是特别多的一个状况 但是走到这儿 就基本上已经全部都消失了 所以明前面经历了 这个被套牢的这些散户的筹码卖掉了吧 卖掉了谁买了呢 你看一旦突破这个横盘平台 主力的获利筹码 开始持续出现并且增加吧 所以基本上的话 前面是经过了这个建仓的这个行为的 那么这个是CMS这只股票 所以三个条件啊 缺一不可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属于这个 刚刚的这个 这个星巴克 星巴克的话 我就不用多介绍了 上市之后 整个方向往上走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们一起看一下 没关系 反正现在时间还好 好 我们看到是整个方向的话 就上市之后呢 整体走势是持续往上走的 这一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1996年上市的啊 然后的话 最近这一波呢 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走到了 就是前面呢 经过了一波下跌 然后的话 从这个阶段开始 股价横盘 被套劳散户筹码持续减少 一旦突破横盘平台 主力的获利筹码 直接在50%以上 现在目前应该是处于 这个强势拉伸的一个阶段 当然了 到现在来说 有一点点就是涨高了 但这种情况下 虽然是涨高了 但是的话 就是你 你就要做掌握一下 这个短期 收到支撑的时候 然后的话 确认有效支撑 然后去做这个 现在进场 它短期已经涨了 就是中期的话 其实涨了一波了 所以你如果现在进场的话 肯定不能像前面这么低的 一个成本价了 所以你的一个止损的话 肯定也要更高一些 好吧 这个是属于这个星巴克 当然我没教大家买啊 我只是给大家去讲一下 这个股票而已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这个 这个是微博 微博这只股票呢 它呢 就是说整体走势 我跟大家去讲过很多次 对不对 因为这个股票啊 就是我们前期刚选出来的时候 它是刚突破白色彩虹线的 然后的话 就是我在会员课上刚讲 第一次讲 完了之后呢 我在这突破的时候 我是没买的 我一直没买 因为为什么去关注这个股票 你看它股价 在突破这个彩虹线之前 股价一直在这个阶段里面 一直都在横盘 从来没有涨过 但是你发现它被套牢 散物手码持续都在减少 突破横盘 突破这个横盘平台 突破彩虹线的这一天 主力获利手码 一下子上到50% 说明就是从这个阶段 主力应该是要拉伸了 所以它上去之后 下来回彩白色线 然后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才买入的 买入之后一直拿到现在 其实拿的时间不算特别长 但整体的获利幅度还可以 这个相对来说 涨起来还是比较快一点的 现在处于主力高度控盘的 一个情况 所以基本上的话 整体来说是这样子的 一个选股条件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 就是说没有经过系统的风险 和机会的分析的话 不停的只是在不停的 追逐市场的热点的操作 是相当危险的 因为很多时候 那只是短线的一个行情 我们只有分析了 就是分析清楚了 各股不同周期的趋势 和主力资金的意图 我们才能全面 就是更全面 更安全的进场或者出场 而不是市场一有风吹草动 然后呢 我们就马上草木皆兵 比如说我们先看几个股票 就是我之前呢 给大家就是我之前做过的分析的 就发过这个分析视频的 这个包括说波音啊 包括说这个ACB啊 这些个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第一个NIO OK NIO这只股票的话 为什么跌呢 这个我也是前两天 好像是昨天晚上吧 就是昨天晚上 刚发的一个这个视频 然后的话 为什么讲NIO呢 因为的话NIO是被商传 这个公司发布了一个 做空NIO的一个报告 他发布了完了之后呢 说NIO的股价只值25块钱 所以呢 就是说在发 他发布完这个财富 这个报告之后 股价开始大幅下跌 然后呢 走了这么 走了这样子的一根 不太好看的一根K线出来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就有很多人看到股价下跌了 就想要进场抄底 但是你要想到啊 这个股票 它是刚刚往下掉的时候 它本身就已经涨了 短线涨往那么高了 所以本身就是属于短期风险比较重的时候 然后你看到它跌就马上进场抄底 这就是说你进场抄底的话 我不说一定这个时候股价不能往上走 但是从这个位置开始 短期本身已经涨了那么多 本身也是需要下来回调的时候 进场抄底就容易抄到山顶上 当然这只股票也不是说真的就需要你马上去抛手 或者说把我手上所有股票都抛掉 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方向 你看白色线蓝色线中黄色线和红色线 整个方向都是往上走的 然后大部分75%以上的筹码全部都在获利庄家的手里头 所以对于这只股票来说 中长期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目前来说有的这个风险应该是属于短期回调的这个风险来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说你如果是做短线 你要先卖出来一点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本身来说你要回避短期的一个风险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做中长线的话就没有必要去过度的去解读了 好吧 那么这个是这个这个NIO这只股票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这个分析的一个能力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FSLY 这个股票也是一样的 前期的话在刚刚掉下股价刚刚掉下来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在这一天刚掉下来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就说因为看到了RKT 也就是那个女股神 说买大量买入了这只股票 所以就马上冲进去进去抄底 那你发现一进去抄底是不是就被套了 而且被套的特别严重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不会是就是你要先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情况 你看了一下这个股票 它其实整体行情的一个低点在下边 而前面的话也跳空低开过一次 低开完了之后 你看是不是也不是马上就起来的 也是再往下调一段之后才起来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你再看股价在这 一旦走到这个位置 其实你可以比较明确的发现 可能你也不是不会真的就在这个位置进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调到横盘平台的一个低点的时候 你看它的一个股价在横盘 但是被套了的这个 这个获利庄家的获利筹码 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已经几乎没有被套了 没有获利庄家的筹码了 庄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前期没涨之前 它的获利筹码是75%以上 但是走到这 它都没有跌 同样的价位 但是你发现庄家筹码已经走完了 然后的话 被套牢散户的筹码 大部分筹码全都在被套牢散户的手里头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进场都是要慎重的 你也知道 股价如果像这个位置 即便是向上反弹 也属于短期反弹的一个概率会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 哪怕进场也不能说中仓进呢 所以说 不是说因为一个消息就怎么样的 而是经过了分析之后 也就是 然后你再去考虑说 我要不要进场 或者说我进场的话 以多大仓位才能最可能 最可能性的 最低的把这个风险给降低 然后呢 就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利润 除此之外的话 就还有一个是那个 ACB吧 ACB就是前面 这几个股票都是我发过 单独的这个讲解视频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上去我的YouTube channel里面去 去详细了解 ACB我想这个股票的时候 当天呢 它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当天到在这一根K线的时候 它当天涨了那么多 然后呢 我但是呢 我当时就跟大家是讲 因为它整个方向是持续往下运行的 我把这个彩虹线一调出来 就大家看得更明显 白色线方向是朝下走的 然后的话 就是说 它前期呢 也有大幅向上反弹的时候 那么ACB的上涨 主要是因为拜登的当选 然后呢 他的一个这个针对 根据那个针对于大麻的这个态度 这以及他的一个政策 所以呢 导致了ACB的一个上涨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前期也有上涨的时候 但是 基本上很难持续 因为它都是一涨的话 涨个40% 50% 这种上涨 涨得快 一般都很难持续的 然后的话 它前方的压力也是 就基本上就已经到了白色线了 所以当时我在讲这个个股的时候 就很多人都有一些 想要去跟风 去买入这个ACB 因为已经 看到它反弹了那么多呀 那都 两天时间反弹了90% 你说心动不行动 当然心动啊 对吧 但是心动 心动就就一定是真爱吗 不一定的 所以 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去看 它的因为它历史规律 就表明了这个态度 而且它整个方向都是往下走的 所以它这种能长 也是属于短线反弹的 所以一定要站在理性的角度 经过全面的分析之后 然后再动手 要决定要不要去操作 而且它前期90%以上的筹码 全都在被套牢散户手里头 你说有可能说 我立马拉起来 然后的话 让这前面那些被套牢散户 全部都解套吗 你想多了吧 庄家不是慈善机构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 所以我才说 它是属于短期反弹的一个概率 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如果说基本上 它反弹到压力未不过的话 那肯定要先止损走的 或者说获利出局走的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是属于这几只股票的一个情况 那么 总的来说的话 如果是想要在股票市场中 能够最后达到 这个稳定获利 仅仅依靠网络消息 或者他人的推荐 是不太可能会实现的 所以唯有自己形成一套 独立的分析决策系统 才是真正可以做到一套用意的话 而红利软件呢 包括当时给大家去提供的 这个主力的筹码 要看资金的这个 因为资金永远走在股价的前面 你看到了资金的话 你就 你持股也好 买卖也好 就会更有信心 那么它是呢 可以帮助大家形成这样的一套 这个分析体系的一个工具 那么我们红利人 我们公司具体是干嘛的呢 相信有一些会 有一些股民朋友 可能第一次来听课不了解 我们公司呢 是就是说以会员制为主的 然后的话是有提供这个终身的免费培训课程 成为我们会员之后 我们有终身免费培训课程 然后以及刚刚给大家看到的那个软件 当然我今天晚上重点呢 只讲了两个指标 那软件里面呢 我只讲了三个指标 就还加上一个筹码分布 然后的话 软件里面其实有很多个指标 五六十号指标 但是当然不代表我们全部都用 但只要形成一套 能够帮助到你的 能够帮助你持续获利的就可以 那么这个是这个软件工具 第三个呢 是这个免费的会员服务 包括说软件有出了问题呀 包括说你要一对一的讲解呀 一对一的培训呀 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个是我们的会员 所以呢 红利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股民培训机构 那么从1998年成立 直到今天 我们都坚持 就为这个广大的红利会员 以及广大股民朋友提供上课 知识的一个集养 从而帮助股民学到更多的一个股票知识 第二个呢 红利是一家软件研发公司 那么第三个呢 是红利是一家股民服务公司 所以我们的服务理念呢 是受人语 不如受人语 所以我们不推荐股票 也不代贺理财 刚刚今天课程中所讲到的所有个股 只是给大家打个样 以案例的一个形式存在 没有说可以买或者不可以买 具体的操作 大家要对于自己的操作要负责任 好吧 我们这边不负任何责任 那么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目的呢 是让广大的股民通过学习实战 从而养成良好的投资心态 进而能够熟练的掌握 属于自己的股票投资分析方法 从而在市场中 靠自己学到的方法进行股票投资 所以说我们有这种系统的一个培训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课程 包括技术分析的基础应用班 然后的话软件的一个综合实战应用 这些全部都是有的 是系统的去学 从最基础的K线开始 然后一步一步的开始到软件功能 然后的话就说我们的课程呢 有一共有四场 一周每周有四次 周二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 是新手必修课 这个只针对于会员 然后第二呢 周三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 是我们的会员答一课 那么是这个也只针对于会员 那第三就是说 这个的话是主要是针对于会员的疑问 以及说最近的市场以及大家手上持有的一些个股 我们就进行讨论的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属于这个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 是实战课 这个课程的话 就可能综合性稍对来说会稍微强一点 然后呢 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 那是公开课 所以如果不是我们的会员 是飞网的话 就是我们唯一免费公开的 只有这一堂就公开课 其他的全部对于会员来说 全部都是免费的 好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本周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 每周的一个课程 接下来想到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多少钱 对吧 那么这个一共有两个版本 就主要是根据你软件买什么版本来的 一个是体验版 体验版的话是2980 包括的软件是近分析决策系统 就刚刚大家所看到那个软件 有半年的一个使用权 那么包括说系统的培训课程是终身的 然后呢 这个东交易的手机端 就是看盘的一个软件 它是一个月的啊 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啊 整体来说 反正包括这些内容是2980 软件呢 是只有半年的一个数据 半年以后可以选择 每年交这个980块钱的信息费 或者说你半年以后再变成终身的都可以 那再变成终身的话就交42008 以后你软件就终身的 服务也是终身的啊 然后下一个呢 就终身版 就一次性 我不想要先买个半年 然后再买终身 太麻烦了 那我就一次性买终身 那么就是6800 它包括了软件是终身的 这个培训的课程是终身的 然后东交易手机端呢 送大家六个月 还包括呢 这个三个这个收费指标 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好吧 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两个版本的这个软件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今天的一个整体的课程呢 基本上就是到这里了 那么如果说大家呢 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个股票 或者说你想要更多了解这个软件的详情 可以撒调我的微信啊 维码添加我的微信 进行详细的咨询 当然如果是我 是我给您推 就是说是我 那个邀请您参加的课程的话 有什么疑问 您等一下上完课之后呢 可以问我 但如果是Mandy老师 去这个邀请您来参加课程呢 那上完课之后 您可以去联系一下Mandy老师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今天呢 就可以扫描一下我的微信二维码 然后的话 我们微信上面去进行详细了解 好吧 那么今天整体的课程呢 基本上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